欢迎收看天气资讯 到世界杯现场观战的是所有球迷都梦寐以求的事 门票的发售工作自然是受到了高度关注 世界杯64场比赛一共有337万张门票 但是除去提供给赞助商、媒体、国际足联以及各国足协的门票之外 实际上只剩下了110万张门票 是面向公众发售的 球迷可以登陆国际足联的官方网站进行网上购票 但是预定量却超过了门票数量的10倍 于是组委会想出了很多办法来试图解决门票供应不足的情况 例如加收5欧元的手续费 抽签购票或者是门票实名指等等 考虑到欧洲大多数球迷的经济承受能力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便宜的票价仅为35欧元 决赛阶段的票价在120到600欧元之间 同样我国很多地方也都出现了世界杯一票难求的情况 不过我们也提醒球迷朋友 如果通过互联网来购买门票 您一定要小心辨别门票的真假 毕竟进入赛场能够安全快乐的观看比赛才是最重要的 好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防 首尔清27到16摄氏度 东京多云转阴25到18度 马尼拉23到27度 曼谷雷阵雨转阴34到27度 曼谷雷阶段的报告